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张子墨给姐姐写信透露自己要投笔从容,张姐给子墨送鸡汤,子墨告诉姐姐她以林家的变故让张子墨深受触动,她再也等不下去了,就给姐姐留下一封信离开了南京。 宋一昆和同事找不到林秋燕,很是担心,林家的事情还没有告诉林一祥,但是林一祥曾经说过自己的这个妹妹性格刚烈,宋一昆担心她如果被军统所救,一定会报仇心切加入军统。 林秋燕接受任务之后,开始了周密的策划她先装作喝醉酒开车撞上,日本人的军车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夜半时分,林秋燕摸到了王湛奎的牢房里,直接用细绳子乐死了她。 你们是觉得我们还在呢,得同样经受的困难吗?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想要把这些困难,加倍地还给我们的敌人。 安息吧,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这些困难吗? 姐,保重。 保重。 林小姐,好些了吗? 好多了,多谢你的关心。 林小姐,你要去哪儿? 我想回家看看。 林小姐,我希望您能尽快转移到武汉。 你还能尽快转移? 我为什么要转移? 没有你所谓的转移,我爹娘会死。 对不起。 对不起能让我父母活过来吗? 你让开。 你让开。我要出去。 不行。 让开。 让开。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你就只会说对不起吗? 周末我惭愧 你是军统区的吗 我是 你是特工吗 是 我看你不是 林小姐有什么话请直说 一个堂堂的军统区特工 连杀人凶手都找不到 你觉得你有资格说你是 难道你们都是一群 实惠逃避威胁吗 动不动就整你的懦夫吗 林小姐 我们不是懦夫 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但对于林小姐的指责 周末没有半点 推卸责任的意思 在没有查到杀害我父母的 凶手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南京的 如果你想要完成你的任务 就先查到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凶手我们一定会杀 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那好吧 我就在这里 静候你履行你的职责 林小姐 我们是有纪律的 即使 即使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 即使你们查到了 也不能告诉我 对 那你就不想想你的任务吗 我的任务当然会完成 任务 没有我的配合 你无法完成 如果你非要用绑架的方式 来完成你的任务 我会让你很失望的 我的父母已经死了 你不想再拉个死尸去复命吗 周某当然没有愚蠢到这种程度 但是跟林小姐的一番对话 却让我对你刮目相干 你很有做特工的潜质 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吗 说什么 你不是觉得我有做特工的潜质吗 最起码我不傻吧 把你已经掌握的线索说来听听 我不要你的结论 不为难你违背你们的纪律 好的 凶手半夜头戴面具闯入你家 说明凶手跟林先生是熟悉的人 可以断定的是 可以断定的是 凶手是为了你们家的宝物而来 从我们两名已经遇害的特工的死相来看 凶手是受过特殊训练的高手 绝不是普通的歹徒 我在看卓琴图呢 顾凯志的船舌之作 股东只要不受支日本人无妨 无妨 是日本人 继续 穆斋兄 请 何夕 琼燕 上场 初次见面 这位就是爸爸经常跟你提起的 日本朋友 穆斋叔叔 穆叔叔好 在日本的时候 你经常跟我谈起 一家收藏一幅古画 叫卓琴图 今天我既然来了 能否让小弟一包眼 市长 стро 林小姐 我可以安排我们的行程了吗 林小姐 对不起 所以 谢谢 等等 让我加入你们吧 你不是觉得 我有做特空的潜质 我们军统 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的 我们有记录 那好吧 我跟你们去武汉 等到了武汉以后 我就一个人回来报仇 你觉得我一个人 能对付得了木贼 此劳吗 对付不了 你愿意看到一个 你刚刚救出来的生命 在此被同一个人杀害我 我得承认 你是我难得见到的 一块好材料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我不用去武汉了 可以 谢谢 我不是 我不是 爹 娘 你们就这么走了 就这么偏向你而走了 你们知道吗 我多想要做一个 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 一直被逼护在你们的羽翼之下 有你们的日子 我是那么地快乐 可那日子 再也回不去了 爹 娘 你们一路走好 剩下的 月儿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就想要把你也还剩下的 你还有一点 什么 我才能把你也剩下的 又有什么 我会连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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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连不着 那是什么 我又得带你 我真的 men 我讲了好笑 你也好笑 咱马上到延安了 是不是得唱首歌 对对对 我来 算了吧你 你不能唱啊 你唱 我不行 我不行 咱们让裴寒唱吧 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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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你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行啊 是什么样子 这能想出来吗 真乱了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你就让我吧 不理 怎么头衔 你在想什么呢 我可能 是被这广阔的景色 迷住了 是啊 这儿是挺美的 冬姐 你说我们是不是 看到延安了 我又没去过延安 我哪知道 你讨厌 怎么是我讨厌 明明是你自己 不动脑子 我不动脑子 就 你有脑子 什么动脑子 我又没说你不动脑子 是吧 矫情 怎么头衔 你是伤害人吗 我是南京人 南京 对 但是死了很多人 也包括我的亲人 对不起啊 我 没什么 我们不应该 刻意去躲避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这个痛苦 是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对 永远记住 是 是 1938年7月 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 变更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 任命燕军六大将为派遣军司令官 任命任燕王中将为第二军司令官 任命港村宁寺中将为第十一军司令官 建于新四军 东晋进入茅山地区 在敌后 对日军发起一系列战斗 严重威胁着南京和上海的安全 日军大本营决定 对新四军发动最猛烈的打击 大好送 报告小说 报告师长 新四军第一支队宋连青 前来上海报到 想什么说 想什么 不 挺结实的呀 那可不 咱现在可是革命战士 这枪林弹雨 抗枪抬炮子 哪能像个姑娘一样弱不进风 对吧 水平和电队挺溜啊 挺好 这股精气神啊 像咱们老宋家的人 那边聊 是 首长 多拼的话呀 一会儿再说 赶快给我讲一下茅山的情况 小叔 说吧 是 第一支队和二团 依托茅山一带的有力地形 对南京外围的日军 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严重组织了日军的 进一步行动情况 刚才凝刺 调动大规模的兵力 对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把我军部分主力 围困在茅山一带的狭小地区 目前战士一度陷入僵局 最近情报显示 日军为了打破这一僵局 准备调用 正在上海研制的大卫力毒气弹 这种毒气弹杀伤力极强 杀伤面积极大 能在极端的范围内 使大规模的人员致命 日军把它调入茅山战场 为我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上级有什么指示 上级让我来协助你 尽快地找到 在上海的毒气弹的研制基地 对其进行摧毁 明白了 思考 至acy 恐惊 疯也 原因 来 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来 给我起来 李宗盛 继续去你 宗盛 你忘了你为什么要加入军统了吗 你难道不想为你的父母报仇了吗 起来 李宗盛 我对你们今天的训练成绩非常不满意 有些人训练明显不认真 看什么看 保险出列 是 就你训练不认真 别以为你爹是将军 你就可以在这儿搞特殊 帮我相关 我没有这种想法 最好没有 是 努力 是 全体斗摇 立正 讲一下 休息一小时吃午饭 午饭后分组对抗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解释 刘鹤 没事了 没事了 林训远 林训远 你好 林训远 我关注你很久了 一 二 你是哪里人 三 林训远 我自己介绍行了 四 我叫欧美本 家户国民政府 你呢 你是怎么进来的 走国际 走哪儿 林训远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觉得你很有力 跟同学们好好关系 如果你需要我 我可以帮着忙 这儿离我都熟了 林训远 快点 有 你应该跟学员们都搞好关系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三 等我加码价 一百零七 一百零七 一百零三 一百零九 全体导入 一针 上去 一针 下面我们进行分组对抗训练 你们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找到自己的对手 计时开始 三 三 二 一 时间到 天逊 请做指教啊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开始 加油 准备好了 複装 出炒 到 子 爹 李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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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闭三天 自己去禁闭事 闭嘴 没你事 都看什么 继续训练 你干吗 我告诉你啊 要想求情 你快回去 姜倫 你较真了不是 咱们何必跟一个姑娘一般见识呢 是吧 你说什么 你以为你在哪儿 这是军统局的特训班 想要良香惜玉 你给我回家当大少爷去 我知道 我是说 咱们男人何苦为难女人 是 如果你在战场上 你的敌人是女人 你会不会放弃抵抗 放弃生命 会不会 会不会 出去 定时编了 掌掌记下 我 执行命令 要 是 这敌人很狡猾 把毒气大研究 放在了一个偏僻的药场里 那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进一步去 摸清内部构造 再向方咱们去追悔 陈青 带上警察 去周边观察一下 有机会就潜入药场 是 一定要小心 注意隐蔽 如果有特殊情况 马上收拾它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来 你们看这个 药场旁边 这边还有一根层 从这里交查 这儿潜入 来 报告 抗大学员张子墨前来报到 进来 您不找 来 坐 是 张子墨 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 抵达延 随即被派往抗大学习 是 来 请喝水 不错 有点均匀的气质了 脱胎换骨了 谢谢林部长鼓励 在抗大学习 已经有三个月了吧 是 请林部长下达任务 任务 通知你来的同志 有时候让你接受任务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下大任务 我一直认为 组织上派我来延安 一定是对我今后的工作 有着特殊的安排 继续 今天您叫我来 我想我的抗大学习 应该已经结束啊 很好 从明天开始 你将接受更严格 更残酷的特殊训练 请首长放心 张子墨保证完成任务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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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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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原来一直培养的是一个懦夫 我不是懦夫 可是你被这情景打败了 不知道我要不要再给你自己了 这些给你带来伤痛的情形 你一直没有从心里把它取除掉 它一直在折磨你 别白费心机了 你不可能打败的 你说呢 请你相信我 两天后 训练长剑 训练长剑 不可能 你肯定更加坏 你不可能 恐怕 被开刃 你不可能 那些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吧 报告 进来 队长 有一个任务 我想带你去 谢队长信任 带你去不是因为 对你的信任 明白 明白 明白什么 你是想检验我的训练结果 是对我的考核 好 这是咱们这次行动的 目标和地点 你看一下 南京 是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 那你回去准备一下 一小时之后出发 是 我去 紧张吗 太小看人了吧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请直接告诉我 给我来亲自玩分场 干掉傅城国 这么个小虾米 就不劳您亲自动手了吧 你错了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 约约分成大和小 因为不管大和小 对执行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更何况 傅城国已经在 日军较动险阱军 司令部就职 绝对不是当先知的 我 记住 你没有机会说我错了 定吧 你确定 当然 你现在和我还要来得及 傅城国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的任务 欢迎欢迎 来这子 过来 好 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这位小姐进来 那我就不打扰了 徐老板玩得开心啊 好嘞 是傅程伯先生 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是我的一位朋友跟我提起过你 你这位朋友是哪一位呢 听说傅先生在日本人那儿做了很大的官 这个官嘛 谈不上大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 在日本人面前 帮你谋个差事 这个嘛 倒不是 只不过是我觉得傅先生恐怕日后 不能再为日本人做事 你说的这句话 我怎么好像没听太明白 因为有人让我杀了你 就想让我 thumbnails 裸 programm estud細胎 就算了 艾福 我 姑奶奶 我求求你别开枪啊 郭老郎 我妈的时候再也不给日本人卖命了 我求求你 看在我两个小女儿的面上 找了我吧 女儿 你资料上没有女儿 是我的私生里 她的刚会找爸爸 小的还没有端来啊 女儿 杂物 你真的有女儿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你要是杀了我 谁来照顾她啊 我给日本人 我给日本人干事 我也是拨不得已 我为生活所迫 好 我再也不给日本人摆定 走 老大 伸手 伸手 跟之前得到的情报 十分吻合 这间制药厂 就是日本人 研制毒气氮的基地 我们进去以后发现 在厂房前面的几个建筑屋里 依然进行了普通药物的 生产工作 而厂房后院的 几个偏僻的建筑屋里 就是他们 研制毒气氮的地方 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人监视 他们应该都在暗处 来 来 这是药厂 庇长 几点 怎么了 有新的状况 贝贝窥托茅山的主力部队 已经淡尽粮绝 情况积极可危 而后续增援部队 又被敌人阻击 所以我原计划 内委加西主力部队突围的计划 无法实现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周目前的情况 就算我们炸掉了毒气氮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刚刚有点线索啊这劲儿 放弃原计划 并且排名通知尾随敌人的运输部队 前往茅山前线 在敌人军营内引爆炸弹 为主力部队突围制造计划 真是个好计划 绝对是个好计划 既能直接重创敌人 又能解茅山之冠军 没错 队长 你这个办法 队长 这个计划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马上开枪 他说他有两个女儿 所以呢 你就同情了 心软了 我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了吗 我看了 傅程伯有女儿吗 资料上没有 所以呢 所以你是怀疑我们军统 搜集情报的能力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错了 在战场上 你有机会跟你的敌人 说你错了吗 我没有机会说 你去愿意说说 这次考核 我该给你打多少分 零分 明天派人送你回重庆吧 我不去 这是命令 既然你已经决定送我去重庆 我就不再是你的兵 我为什么要服从你的命令 你 如果你坚持派人送我去重庆 我可以明确地说 你派谁都是白给 你派的人根本就完成不了 送我去重庆的这个任务 因为我不想去重庆 行啊 林秋彦 刺杀傅程伯的时候 你这股气势去哪儿了 秋彦惭愧 你给我记住了 在执行任务时 任何的过时的代价 都可能是生命 明白 收起你的怜悯 林秋彦 这是战争 战争没有怜悯 秋彦警记州长官叫我 好 记住就好 那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请州长官下达命令吧 好啊你 林秋彦 你把我绕这儿来了 没绕啊 请州长官赶紧下达命令吧 你以为我不明白 我要是对你下达命令 就等于是接受了 你还是我的兵 当然 当然什么 是当然我不明白 还是当然你还是我的兵啊 当然我还是你的兵啊 那我要是不下呢 不下 不下我就更还是您的兵了 你能弄多废话 赶紧滚蛋 保证完成任务 队长 我合适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不行 我怎么就不行了 你不懂日语 你没有单独算的能力 你不了解那边地形 你不熟悉那边情况 我 我可以 林总 先出去 出去 小叔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去执行这次任务的人 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你放心 交给我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只要能救出围困在毛山的同志们 就算死 我也值得 死什么死 我认为这个结果不成熟 小叔 别叫我小叔 小叔 从小到大 你总是处处维护我 照顾我 遇到事情 你总是冲到最前面 保护我 其实 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长大以后 受你的影响 我也参加了革命 我对我的选择 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你一直都是我的把握 别哭说前面有的 你敢当人不怕死 他不能轻易地去送死 没有时间了 来不及了小叔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去执行这次任务 我 董日宇 我有单独的作战经验 我熟悉毛山的地形 我知道那边的战况 你扪心自问 还有谁 还有谁比我更适合 闭嘴 小叔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去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保证活着回来 行吗 我保证完成任务 完不成任务 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去出来吧 是 首长 我保证的 你 MARTIN 没有拜托 救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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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啊 越来越早点 小心烫着了 你去把这个里头 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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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儿 看那儿啊 来 站好了 站好了 看那儿 看那儿啊 毒气弹按照原计划 在猫章脚下被引爆 日之上万惨重 瞬间就没了战斗力 我们被困的部分助力 也得以突围 漂亮 宋连青干得漂亮 我就说吧 宋连青这小子啊 他确实是有两把哨子 对不对 干得真是漂亮 回来我得好好给他请工 来 来 来 给他放两天假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另外把这个情况 马上上报给组织 给他请工 去吧 他把这个事传送给你 当时轻光未解 连球同志已经神龙多弹 他为了确保 毒气弹在敌人内部全部引爆 他依然选择了坚持 直到牺牲 连车 请进来 请客销售机回报 任务已久顺利完成 不是说能 能回来就能 不是说能回来 怎么死我了 不说话呢 这个人叫王战魁 四十八岁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院 曾经在日本留过学院 是军统天宁战机要事的主任 一周前背叛党部 捡刀到武汉 现在被命运关押在汉口先兵队 本部的監獄裏 秘密關押 說是關押 其實是他自己要求的 因為在目前情況來看 他覺得在監獄裏最安全 目前情況 自己要求 那説明他是在等他信任的人 在等到他信任的人後 他再跟開口 聰明 王湛奎一直在等的人 是日本鮮兵隊的大隊長 中村總監 他們兩個有通窗之役 那這個中村左監 現在在什麼地方 中村正陪同 華中派遣軍的司令 在前線未奮 估計要幾天才能回來 我的任務是什麼 在中村回來之前 幹掉我們正軌 是 首長 我是不是可以離開延安了 誰説你可以離開延安了 我猜的 我猜的 說說看 你是怎麼猜的 組織上派我來延安 進行特殊訓練 一定是對我的工作 有著特別的安排 猜得沒錯 繼續 所以我認為 現在應該是我去一線 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你的所有成績 都無人能比 那倒不是 那是什麼 我錯了 首長 你錯什麼 我可能有些自慢 認為自己 已經可以勝任自己的職責了 錯 你的確已經可以勝任了 我為你感到驕傲 你的各科考核都是第一 甚至連你的教官 都承認遠不如你 那 那 那我就應該可以去一線了呀 錯 那你總不能讓我在這兒 空練一身本事 連跟小日本比喚比喚都不讓吧 不是不讓你比喚 而是你比喚的時間沒有到 看來我是真的錯了 錯在哪裡 我分析錯了 知錯就改錯嘛 是 請首長下達命令 張子墨 到 從今天開始 由你負責訓練處的全面工作 是 是 在哪兒 我 不是 不是 我 是 那兒 是 我 是 那兒 什麼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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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